银楼内原本有两名女子在挑金事 一名白衣男子走进来说要看项链 老板不已有他拿出好几条金链子 男子开始试带 先试带一条细的 接着又看中一条更粗的金链 这时候两名女顾客走出店外 他也跟着走了出去 然后加快步伐 脖子的金项链还带着 老板一个转身立刻追出去 就在旁边的项楼内 只见嫌犯机车也倒了 大批警力赶到场前 老板就已经亲手将他制服 强费真的踢到铁板 迎楼老板亮出奖牌 建立比赛第一名 握取冠军 根本没在怕 直接上前压制匪徒 直发在19号上午10点多 台南市南区的一家银楼 38岁的郭信嫌犯是在地人 因涉及诈骗坐牢 一个月前才刚出狱 缺钱花用铁儿走险犯案 渐进其金价飙涨 随即找银楼抢夺金事 10月19号黄金牌价卖出一千 一万零六百七十元 等于那一条抢走的二两金铁 价值超过二十万 而枪费也真是倒霉 遇上建立冠军的银楼老板 根本逃都逃不掉 这下又得回去吃老饭 东森新闻在台南的采访报道 燃烧热血放球魂 十场宣霸看东森